北京时间8月16日,最近两天,关于热火对魂伟德的新闻,成为了全美焦点,原因是之前有记者爆料,闪电侠打完最后一年就将退役了。 然而随浩维的薪资站出来辟谣,表示这个新闻是假新闻,但也证明了,目前热火甚至都没有给这个传奇的三观超级,一份合同,目前热火薪资1.52亿联盟第一,队里有7个人工资千万以上,还有个930万年薪的理查德森,来历对外人是真的方,对闪电侠是真的很新。 相比之下,今天胡人老板珍妮巴斯的表态,就跟来历是两个极端了,珍妮金清开口在谈科比,不管他科比想做什么,胡人都会支持他,这里永远为他敞开门,科比给了我很多,他的思想,他的精神,他的时间,还有更多,我们永远都会感激他。 这就是赤罗多罗的差距了,看看胡人是怎么对待科比的,退役前最后一份合同给4850万鼎心,退役后给予所有崇高的领域,两件球衣家雕像涌成斯塔普斯,各种场合极其尊重,反倒是热火。 对韦德台称无情,NO,XV。 对韦德台称无情,